防拐测试 龙猫警长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大树幼儿园 为了增强小朋友们的防拐意识 我打算在森林里进行一场防拐测试 这很有必要 可是怎么测试呢 啊 你是说 噓 嗯 刚刚俺讲到森林里有个专抓小孩的坏蛋 还有大大的牙齿 长长的尾巴 啊 坏蛋 我不是坏蛋 我是浣熊先生 俺好像没见过你啊 唉 我家住在白熊山下 今天路过这个地方 不小心迷路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白熊山怎么走吗 俺知道 顺着这条路直走 走到尽头 然后 然后是 左转还是右转来着 是左转 然后一直往前走就到了 嗯 好 谢谢啊 哎 对了 你们能不能带叔叔走一段啊 叔叔叔这个 这个记性不太好啊 可以啊 不行 对不起 俺们不认识你 不能跟你走 嗯 哈哈哈哈 当然不能跟陌生人走了 可是 我和你们的爸爸妈妈是很好的朋友 真的吗 当然了 你们的爸爸妈妈还经常跟我聊起你们呢 真的 对啊 前几天 你们的妈妈还夸你们聪明又懂事呢 嗯 对对对 妈妈是夸过俺们 看来他真是妈妈的好朋友 那俺咋从来没听妈妈提起过你呢 可能是你妈妈忘了跟你说吧 可是 对了 叔叔这儿有好吃的 哇 好想吃呀 好吧 胖果啊 嗯 嗯 叔二 老师说过 不能吃陌生人给的食物 你们忘了 万一他是坏人吗 小朋友们 叔叔不是坏人 零食也绝对没问题 我先吃给你们看啊 好 你们看 没问题吧 小的 你就愿意尝尝嘛 就一口 不行 就是不行 走走走 走了 哎 叔叔这儿还有玩具 你们想不想看呐 哇 太棒了 给你 给你 好漂亮的羊娃娃 啊 给 咱们 我要不想玩呢 咱们还好玩呢 我家里还有很多更好玩的玩具 你们想不想去看看呐 要去 要去 我也想去 不能要陌生人的东西 我还给你 我们不能跟陌生人走 对不起 我们不能去 这样啊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我本来是想把玩具送给你们幼儿园小朋友的 甜甜 姐姐和凯特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那还等什么 走吧 不行不行 快快一起回家 俺的玩具 走了 俺觉得那个叔叔不是坏人 他还给了我们玩具 可是俺们都没见过他 而且妈妈说了 不能跟陌生人走 你们怎么 熊儿 小月亮 我们走快点吧 走这边 叔叔 你家是住在白熊山吗 是啊 可是白熊山 我记得不是走这边呀 我还打算先去面包店买点面包给你们吃呢 走吧小月亮 满月包了 面包店是往这边走 瞧我这记性 其实啊 我是想去买花送给你们的 熊儿 我家的花店也不在前面 对呀 快跟叔叔走吧 谢谢叔叔 我们不去了 要回家了 等会儿叔叔送你们回家就好了嘛 在这儿呢 走吧 别害怕 跟叔叔走吧 熊儿和小月亮有危险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去哪儿了 小朋友们快出来 叔叔有好吃的 熊儿 小月亮 小蛋 小朋友 快出来吧 阿姆快走 小朋友们快出来吧 这边 小朋友快出来吧 快出来吧 小朋友们 我看到你们了 熊儿 小朋友 别跑啊 小朋友 小朋友 别跑 小朋友 你干嘛呢 蹦蹦 小声哪儿蹦蹦 那边有坏人 去找龙猫警长 小朋友 快出来 我知道熊大怎么样了 会被坏人抓走吧 别怕别怕 熊大不会有事的 刚才好危险啊 我们差点被他骗了 还好有熊大 还好有熊大 你们都不听俺的 俺一定要告诉妈妈 哼 俺们知道错了 你们下次要是再这样 我 有声音 你 岳胖 来 记住 岳苎 你 快 哎呀哎啊不怕你啊不怕你啊 妈妈 鲁猫警长毛童银老师 妈妈 熊大熊二 妈妈妈妈妈妈 谢谢你蹦蹦 不客气 刚才多亏了熊大 妈妈你终于来练 好了好了 孩子们 你们好啊 妈妈猫猫警长就是他 他是坏人 对抓住他 别别别误会 孩子们 浣熊先生不是坏人 你们今天的经历 是我安排的一次防拐测试 浣熊先生是来帮忙的 孩子们你们好 我和猫头鹰老师一直在观察你们 熊大表现得很好 但是熊二和小月亮嘛 孩子们以后要记住啊 不能和陌生人说话 不能吃陌生人给的食物 不能跟陌生人走 记住 以后遇到陌生人跟你们说话 一定要提高警惕 绝对不能跟随陌生人离开 没错 要是陌生人把你们带走啊 你们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万一陌生人想要把你们抱走 一定要记得大声呼救 知道了 你们还想要礼物吗 我有礼物 我是真的有礼物要送给你们 哇 嗯 嗯 嗯 别急 大家都有份啊 哈哈 哎呦 这个好 这个 小朋友们 遇到陌生人跟你们说话 一定要提高警惕哦 不能接受陌生人给的玩具和零食 更不能随陌生人离开 记住了吗 再见 再见